那些年延宕召开的行政院汇报继续延烧 如今国民党再揪出诸多破绽 治安汇报超过一年没开过 要变称受疫情影响一堵牵墙 蓝营再从时间点抓漏 苏贞昌2019年1月4号就上任 同年11月7号才召开 快回了近10个月才首次开会关心治安 27个召开过的治安相关会议 还有10个都架在例行行政院会中 对前线治安防护网能事实掌握吗 我们应该是针对问题 解决问题 比治安汇报或治安会议 这个形式上会更重要 当时都还没有疫情的发生 拿疫情来去搪塞来去当借口 真的是说不过去 完全无法自圆其说 倘若受疫情影响 今年度汇报被迫延宕 但新政院会能照常照开 却唯独专责任务编组的汇报 晾在一旁 汇报这个性质来讲 因为它有既定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到了时间就会开 有一些可能没有议题要讨论的话 那就要看幕僚单位怎么去安排 设备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非常完备 所以事情那个时候 连我们提供的时候 那个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国民党三号踢爆记者会上还被执集 连绿委庄瑞熊都跑来直播页面按赞 庄瑞熊事后解释是误触 不愿再多做回应 不过苏内阁口口声声的 有政府会做事 如今却被起底 十加一个汇报沉睡中 早在野党很酸 原来是有政府不开会 记得董事宁费宣小友台报道